先转向浦东张江 张江正在打造国际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和全球最佳科技城 身处张江的科创企业如何精准发力 走出独特的创新之路呢 由张江高新区管委会 新华社与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 对话张江系列报道 今天带您继续关注 详细内容请景宇为我们带来 科技为本极具要素 构建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 双子年动优势回家 大造开放创新国际艺人新兴科技城 对话前景科创 探索未来方向 敬请收看东方财经普通频道系列报道 对话张江 好的 欢迎回来 成立于1885年的霍尼维尔 是一家多元化的跨国制造企业 作为老牌的高科技工业企业 霍尼维尔在全球的业务 涉及航空产品与服务 楼宇 家庭和工业控制技术 涡轮增压器以及特性材料 共有上万种产品 近些年来 霍尼维尔在中国的知名度与日俱增 产品线覆盖各行各业 这样的成功啊 依靠的就是霍尼维尔坚持的本土化创新发展战略 2004年霍尼维尔亚太区总部和中国研发中心 落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制定了东方服务于东方的发展战略 经过12年的发展霍尼维尔各项业务集团 均已落户中国 并在我国20多个城市 设有多家分公司和合资企业 拥有一万三千多名员工 产品相往世界各地 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 以中国的脑袋来帮助我们设计 中国需要的东西 研发就在中国研发 生产在中国生产 那么我们客户也在中国 那么我们也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中国的产品 我们已经也往国外再输送了 就是由东方服务于东方 延伸到东方服务于全球的概念 在这样的理念之下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霍尼维尔除美国之外最大的市场 而且也是对企业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市场 在霍尼维尔全球年销售额近400亿美元中 有23亿美元来自于中国 而今年霍尼维尔增资1亿美元扩展公司 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亚太区总部和中国研发中心 明年将更好地把中国完整强大的供应链优势 融入本地研发和生产之中 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 成为一个中国式的竞争者 中国市场变化很大 所以你要跟上这个市场 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研发能力 制造能力 以及高速地把这些市场占有 中国式的竞争就是这样 对我们来讲增长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市场 所以对中国的现在也好 将来也好 我们对整个市场都是非常乐观 也充满了信心 随着传感技术移动互联和宽带网络的普及 霍尼威尔又提出了互联工业企业的发展理念 不仅要为客户生产硬件产品 还要提供给予软件和数据的增值服务 同时霍尼威尔还将继续重视旅行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家园建设计划全球公益项目 积极关注家庭安全与安防科学和数学教育 以及人道主义援助 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记者刘坤 设向西讯捷上海报道